各位觀眾 昨天我模擬金塊對決胡人的比賽 胡人屌虐金塊隊是12分 結果今天早上現實的NBA 金塊隊獲勝啦 重點最喘的是 2K模擬Yokic只得下12分 8籃板一助攻而已 但是小丑低戰砍下了 34分 21籃板 14助攻 快雙大三元 直接是反指標一波 雖然是反指標沒錯 但我本來就覺得金塊隊獲勝 因為金塊隊整個陣容非常完整 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想 應該是2K邏輯他媽太扯了 OK話不多說 西區模擬完畢之後 肯定要來模擬一下東區的部分吧 邁阿密熱火對決波士頓塞提克 GAME ONE第一場比賽的主場就在塞提克主場 那我們就好話不多說 直接開幹吧各位 這個鐵圖母當初蠻鐵的 但是在前一戰砍的51分 跟他鬼一樣耶 精彩比賽準備開始來跳球 還有威斯首先跳到 由波士頓塞提克做第一波進攻 決勝太太一個後側步三分球 哇靠 一上來先噴一顆耶 熱火對這邊比較尷尬的是英雄哥受傷水沒上場 文森特在傳給Jimmy Butler四關掌三分球 沒把握住啊完全守好守滿 敵位的Hoff要直接大吃小了嗎 身高直接點 Jimmy Butler要單打Jeran Brown了嗎 兩個都是頂級大鎖 Jimmy Butler打第一位 一個轉身上去之後 一個輕鬆拋頭 哇兩邊開場很強勢耶 無比2 決勝太太太 一個轉身 頂進去之後呢 上去一個拉桿這一球 蛤 這球怎麼金啊 這個文森特遠 看怎麼那麼像 決勝太太太 那個胡渣 我還以為是決勝太太 轉去熱火隊 Kevin Love打Hoffer 哇哇哇靠哇靠 直接要到犯規 這場兩隊進攻 火力非常旺盛 把握率也非常高啊 不像昨天那場 金塊糊人 媽一直打鐵 打鐵就飽啦 Kevin Love兩球都很穩住 巴特勒前進去了一個中距離 有啊 四關掌中距離 穩如老狗 Jimmy Butler面對Jeron Brown上去 要到一個犯規啊 說實話 我個人啊 今年我覺得應該是 金塊隊會奪冠 但是呢 我私心也蠻希望熱火奪冠 老八傳奇 直接老八到底 直接奪冠 這樣就超屌的 巴特勒現在呢 傳給裡面 被Hoffer斷球 Jeron Brown拿到球 要一個自己快攻修太能嗎 上去一個 雙手爆扣啊 哇這個防守 Jeron Brown無球跑位 快捷到球之後 可以全秀沒進 威廉斯抓到進攻籃板 第二波有放進啊 文森特切上去之後 直接被威廉斯一個麻辣火鍋 這球蓋得也太漂亮了嘛 直接一個飛天麻辣火鍋耶 塔圖姆塔圖姆 塔圖姆要切了是不是 上去 直接一個拋頭 哇靠 一條龍殺進去 沒有人管他耶 Taton vs My Army熱火 好 決勝特等下無球跑位了 中距離拿到球之後 上去 一個拉桿 這一球直接放進啊 我以為要N1了耶 我以為剛才那個動作要吹 文森特一個中距離 再給裡面打阿道牌 哇靠這個漂亮的擋拆 單手爆扣啊 Jimmy Butler面對Jaren Brown上去 又要到一個犯規啊 神之子兩發 都有穩住啊 那現在換上一些替補拳上來了 綠山君換上小白啊 塔圖姆直接一個 輕輕鬆鬆屌虐 他這個身高有優勢嗎 JRT直接一個中距離硬吃啊 太猛了吧 31.7分4.3助攻8.8籃板耶 3秒 2秒 1秒 上去 這一球換手上來 哇靠 這一球已經繞過去了 但是呢 放槍啊 小白 再給JacksonTaton 又是一個 甘巴跳投 哇靠這個 JacksonTaton跟鬼一樣耶 太精彩了啦 再給Jimmy Butler 哇呦 他這個中距離晃掉之後 有把握住啊 第一波晃起 第二波又沒起 然後Waylands開防守主宰 Larry又要拆炸彈了 完了 現在綠山君 籃下超級硬啊 有Hoffer又Waylands開主宰 有過鬼啊 然後塔圖姆 現在又是一個鬼之狀態 Water 喔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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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Waylands的進攻老闆 再傳給塔圖姆 第二次又有把握住 太強了 把這個籃下進去 Jimmy Butler 再給裡面 又是一個防守斷球 比賽剩下不到1分鐘的時間 雙方差了10分 又是決勝Tayton 哎呀 這一球可惜啊 Brockton 前進去 又被斷球 直接被Jimmy Butler斷球 哇又要一個Show time 雙手包扣Show time 哇怎麼那麼刺激啊 我波爆都已經快流汗了 熱血沸騰 7 賽迪克要怎麼打最後一波呢 傳給Hoffer 3分球大控擋 Holy 這球居然放槍 2 1 Jimmy Butler單手拋水不亂拋 這一球沒進 第一節24比16 賽迪克暫時領先8分 邁阿密熱火啊 那現在場上的話 Jimmy Butler不要換下去了 JsonTayton還在場上啊 塔圖姆還要再打是不是 Larry 這個拉桿 嗚呼 這麼帥的喔 不是喔 Jimmy Butler都下去休息了 塔圖姆還不用休息喔 一個中距離 這一球 哎沒把握住 阿兜巴尤做到防守單板 哎唷 文森特 牽進去之後呢 給萬線的史特魯斯 有啊 這一球 文森特 再給外面的Larry 面對Smart 哇在那邊quats over 喔這一球 哇靠這一球拉桿 太鬼了吧 Smart這一球 確實犯規啦 都把人家幹下來啦 Larry罰球穩的啦 2個罰 啊靠要2罰 中1 哎唷 Blockton三分球 完了 這個大控擋對Blockton來說 絕對輕輕鬆鬆的 賽迪克的教練 到底要不要給JsonTayton休息啊 握著一球空手走位漂亮 Larry罰罰最後一個卡位之後 史特魯斯頂一下之後 轉一轉填一填 然後茶板放進 Larry在給裡面的 阿兜巴尤 他想空接 直接被Jeran Brown給斷球 沒那麼好空接的 JsonTayton還沒下去休息嗎 上去 要帶一個犯規 差一點M1 Tayton兩罰 哎唷 又是一個兩罰中1啊 底線文森特三分球 哎唷 媽咪熱火 打出一波13比4的小高潮 Jeran Brown給JsonTayton一個中距離 有啦 塔圖姆有穩住啦 即使體力在弱 他這個控檔 中距離他還是OK的啊 哎唷 籃下有一個控檔喔 哇 這個大控檔 這個大錯位 被阿兜巴尤轉身 直接硬吃 Hoffer一個低位 又是一個錯位 他自己抓到進攻籃板 這個外面的塔圖姆 三分線大控檔 有把握住啊 阿兜巴尤裡面這一球 要到一個犯規 第一罰阿兜巴尤 有罰禁之後呢 次關掌應該被換上來了 沒錯 那現在呢 反了Jeran Brown被換下來囉 雖然Jeran Brown被換下去休息了 但是賽提克全隊開主宰啊 給裡面的威拉斯這一球 上去 這球居然沒有犯規喔 這球沒有阻擋犯規 還是什麼東西喔 什麼都沒有是不是 阿兜巴尤在給裡面的Kevin Love 這一球又要到犯規 那差點彎 Hoffer已經散犯了 所以這是 賽提克要注意的地方啊 因為他也是裡面的內線大將 Love兩罰都穩住 Jeran Brown面對阿兜巴尤這個拉桿 上去被Kevin Love火鍋蓋掉 Hoffer 自己抓 又自己放進 哇塞 現在兩隊都開主宰啊 巴特勒上去直接要到一個犯規 Hoffer示範了 我才剛說他要注意犯規問題 他直接示範啊 那應該要被換下去洗洗碎了 吉米巴特勒13分 五頭五中的罰球 真的神之子這個表現 六罰六中 Jeran Brown為什麼 Jason Titan又被換上來了 Jeran Brown 三分球直接噴一個出來 Jason Titan下去不到一兩分鐘的時間 再度上來耶 Wedens面對Zither 感覺又要給塔圖木做一個拆砂彈動作 屁啦 怎麼又進了啦 反而吉米巴特勒目前都沒有什麼表現 一個中距離在裡面的Leader 漂亮 這一球真的是漂亮 Taton自己做一個跨下 他單打Kevin Love喔 他靠自己技巧上去 要到一個犯規 太猛了吧 27分了耶 他27分了喔 28分 吉米巴特勒面對White 面對Smart 轉一轉舔一舔 他媽媽轉了兩圈耶 又是Taton 欸 Martin完全守不住他耶 輕鬆側邊插板耶 31分了 中差沒結束31分 Jeran Brown上去 又要到一個犯規 兩發 都穩住 他發球怎麼怪怪的啊 又是Jason Titan OMG又是他 一個中距離 他又有把握住 Zither幫巴特勒做個擋賽之後呢 巴特勒再給外面 又是Dunk Robinson 第二次嘗試就有把握住啦 不是喔 Robinson投進三分球怎麼是Jason Titan 開飄頭主宰啊 笑死 Smart 再給White 底線又是一個空檔 哇兩倍命中率相當的極高啊 喔要自己連續跨下運球 要自己殺進去了嗎 面對塔圖姆 直接硬吃 又是Jason Titan啊 他要打Martin了是不是 又是一個中距離飄頭 靠腰 巴特勒一個錯位囉 一個轉身 他自己吃掉嗎 喔欸欸 這樣沒踩線喔 蛤 這樣沒踩線喔 身為專業SBL P加T1的彩判喔來看一下這球到底有沒有踩線啊 這邊的話 欸 靠腰真的還沒踩線欸 真的都沒有 很乾淨 一點毛都沒有 欸 等一下這個球 這個球到底有沒有踩線啊 這個看一下喔 往前拉 這到底有沒有踩線 好像有碰到欸喔 好像有有那個嫌疑喔 血卡喔 最後10秒來看一下綠山君要怎麼做最後一集 決勝Taton 一樣在看戰術 5秒 是 他自己出手打掉了嗎 感覺是喔 他自己來處理這球 巴特勒有嗎 Holy shit 還真的被他投進喔 幹 喂 中場57比48 塞爾提克領先9分 天啊 這個人真是吃藥欸 史瑪特這個藥到位置啦 輕鬆上籃 哇 Kevin Love 3分球 唉唷欸 巴特勒上去 一個輕鬆屌切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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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Tayton 又是Tayton啊 兩發都有把握住嗎 有啊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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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山君這個超級 直接被Smart給超掉 他們現在快速推進 要直接殺進去了嗎 再給裡面的 喔這個威勒斯 漂亮 又是Tayton 又是Tayton 上去 又買到一個犯規 兩發 也都穩住 穩森特要牽進去了嗎 欸這個身體連壓欸 投籃得分 兩隊居然命中率一模一樣48% 又是Tayton 面對KVL 上去 一個 單手包扣 44分了啊 Holy shit 第三節還沒結束欸 還沒一半欸 Smart給外面 Jeran Brown三分線出手 有啊 3 2 底線 Wincent3分球 有了 又是一個失誤 我才說任何隊真的不能失誤了啦 賽提克光用超級的就超了三顆 Jeran Brown這球又是要到一個犯規 第一次罰球沒進 第二次能進嗎 兩罰中一 Jeran Brown給外面KVL3分球 唉唷 今天艾神丘比特有在準有在穩的 哇這球大打小沒辦法 Jeran Brown今天表現算說沒有到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JeranTayton表現太突出啦 他得這個分數還是領先蠻多的喔 剛才小白直接被晃飛 喔靠 喔靠 這些空階 穩森特 斯特魯斯3分球 Holy shit 熱火隊要追起來了 哥哥 兄弟們 White再傳給 Brockton 3分球 這邊也有把握住啊 兩邊拉來拉去 這種比賽就是好看啊 Martin切進去之後呢 上去 又是要到一個犯規 Martin第二罰 兩罰都穩住 賽提克已經進入加法 唉唷唷唷唷 這麼拚 這麼拚的嗎 唉 這麼拚的嗎 在打世界盃是不是 有夠拚的啦 6秒 5秒 再給威尼斯上去 這球漂亮 切進去擋拆 再給Brockton 前去一個中距離 這球有把握住 最後10秒 熱火隊要怎樣做 最後一波進攻呢 7 6 5 4 3 給Duncan Robinson 再給 史特魯斯 第一角三分球 有把握住 漂亮 Buzzle Peter 第三節結束 85比74 雙方差14分啦 剛才那球 Buzzle Peter真的有夠美的 決勝第四節開始 再次由賽提克 做個進攻 一上來 決勝再等 直接先兩分蛋 10秒 9秒 8 Jimmy Butler 中距離 第一排沒起 第二排 再給外面的大控擋 文森特 有啦 這一球 Hoffer面對 阿托巴尤 4秒 3 2 Ebrockton 上去這一球 硬要買到一個犯規 而且 2加1 M1 他媽太關鍵了啦 拆炸彈 再一個2加1耶 整個4-7都起來了 好不好 起飛啦 那我們就看一下 Brockton這一球 罰球能否把握住 沒問題啦 剩下6秒 5秒 4 Hoffer 第一位 上去 還是硬要 自己抓到進攻籃板 再給底線的 SMRT開足才沒有人手 完了 哇靠 這一球又想一個空間 又被Hoffer給中斷 他們空間啦 又已經被斷了三次了 Hoffer自己運球運到一盤自己 掉到人家身上 被阿托巴友 給底線的 欸 這個 不是喔 這個文森特怎麼不直接投啊 要千斤去進攻犯規 Tater再給裡面的Brockton 漂亮一個無球保衛 輕輕鬆鬆啊 這個戰術 雙方比數來到20分差 熱舞隊直接加個暫停啊 必須要叫啦 不然真的會被拉開啊 明星比較 決勝Tater 50分31頭19 這種超扯命中率 Gaming Butler也不賴啊 但是跟Tater比真的是天差地緣 Gaming Butler 漂亮一個 哇靠 這一球 很漂亮耶 假投真傳耶 達特勒這一球cross over 怎麼又再傳出去 又是Kevin Love 哇靠 愛神這一場 五顆三分球 還是四顆 把握度有夠高的 Martin切進去之後 阿托巴友 這個空間 又被破壞掉 但是他自己抓到了 球之後呢 一個反手扣籃 Tater 右邊殺上去 又是要到一個犯規 今天的Tater 有點讓我想起來 Round Jens 鬼之切入 鬼之中距離 各種要犯規啊 不要下班好嗎 熱火隊現在開了全隊主宰啊 還是有機會打 Gaming Butler這一波 硬打大打小 Brockton這一球 外面Hoffer三分球 唉唷 哇 致命蛋 這球怎麼感覺那麼致命啊 熱火隊現在全隊開熱火主宰啊 要把握住啊 Gaming Butler 要站出來啊 給Laurie三分球 哎呀沒有 阿托巴友直接單手補球 哇靠這一球又是Kevin Love 他沒把握住 Gaming Butler抓到進攻籃板 直接個單手爆扣 最後兩分鐘 最後兩分鐘熱火隊要把握啊 Gaming 哎呀 Tater又再說買翻 MVP MVP 打的真的猛啊 是真的很猛啊 熱火隊到了這一刻還是不放棄啊 全場盯防 這個態度我喜歡 可以啊 就是要這麼拚啊 又是 缺身Tater 哇靠 好準喔 OMG 哥哥他要60分了啊 OK比賽剩下最後4秒 3秒 2秒 1秒 0 比賽結束 最終比數 115賽提克 贏了媽咪熱火 14分啊 這場比賽真的是他媽有夠精彩 真的無敵爆甘精彩 看一下比賽數據 Gaming Butler27分7籃板 8助攻1超級還不錯 RT BIO22分15籃板 也不爛 Kevin Love16分4顆籃板 1助攻 8頭4中的三分球很猛 文森特15分 11分 3分 3分 2分 2分 再來看一下 JacksonTater上場40分鐘 57分 2籃板 5助攻 全場只有2次失誤 這個命中率太可怕了吧 哇塞 Hoffer居然是全隊上場最高的 44分鐘 那麼老 他不會被超壞是不是 他跟Waynance合抓了27顆籃板 Smart39分 Zone White18分 等一下 賽爾提克只用了1234567 他們只用7個人打 啊這些人是怎樣 都不給他上場 格瑞芬也不上場 假的 OK影片的最後請大家記得幫我影片按讚按到爆還沒訂閱此頻道的趕快訂閱起來 還沒追蹤我的IGFB抖音帳號的趕快追蹤起來 生活日常影片資訊 直播資訊都會在這邊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那我是Z醫生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掰掰